大家好,看這個風呼呼的,風呼呼的 然後這個大陸的也是,我是風呼呼的 我現在在文昌,在海城市,文昌市龍樓鎮 這個的話,是文昌海南島最東邊的一個景點 它就叫做佛光同享 然後看到了,這塊有一個佛光,有一個寺廟 然後我就是從這條路,這麼一直走著下來的 到後來就沒有公車了,就只能走著了 然後這塊,拍那個,你拍的那邊 咱們先說這個寺廟這個吧,有點逆光可能 然後,我圍著這個寺廟,剛才轉了一圈 這個的話,它就完全是按照泰國那塊那種樣的修建的 像上邊的那個大鵬鳥啊,什麼的 那都跟泰國的一模一樣 然後它在裡邊也有介紹了,也有介紹 說這個就是一個,還有這塊這個 那這個是它那個大鵬鳥的那個建 然後這塊的話,是那個,就是那個泰國一樣的佛 然後這塊那個的話,我剛才今天看了一下這個介紹 是一個泰國華僑,是一個泰國華僑 它叫做陳穎杜,同光佛谷 那泰國陳穎杜,現間捐的錢,然後設計的 這塊,這塊,這塊,大概1995年佛立的 然後的話,裡邊,倒是也沒啥東西 它這塊這個,你可以暫停看一下 到時候,這塊這個是介紹的嗎 是從巴提亞山頂和那個太行皇宮對面的 實際上佛尼佛一個介紹帶回海南的,這麼著 好,然後,我這個佛像這塊,一會上去看看 也行,看看上面有啥,反正都來這兒 我見了,你倆怎麼能進去呢 海灘的話,一會兒,一會兒我再下去看海灘 咱們先看這塊,就是這麼個寺廟 我這麼走,往上走,其實都沒人上來,就我一人上來 人家可能對這些佛都那麼,都沒所謂 但是我看了就不一樣,想起泰國這些事了 我就說嘛,中國人其實佛教的話 泰國人家是順退到骨子裡了,中國的話 這兒有一個廟,拜拜吧 其實他想怎麼著還不知道 然後的話,行 這,寺廟越來越那什麼 然後另外的話,海南 海南,海南的話是,在泰國那邊也有好多海南人嘛 就是以前的海南,老一輩去下南洋,去下南洋 然後的話就走,然後包括文昌 其實海南文昌的話,是海南的橋鄉了 是最多的,出海的,泰國的話,也有那個,海南會館 各種的海南會館呀,然後有一些什麼也挺多 大概都是海南人那樣的,海南人的後代或者是 反正,這次來,哎呦,台階不高 主要是剛才中午吃了點衝 反正,這個咱們上來了 哇,這個佛 然後,這個廟和這個海景 哇塞,真的是很 很,哇塞 它這個海的話,海浪很,很,很大 然後的話,有點像巴厘島那種樣 這個佛就是這種樣 哇,五分鐘了 我怕喝風 那就先這樣吧 拍杯照 一會兒咱們,我下次咱們再講那個 下邊那個海的那個事情再看一看 然後咱們再說 像這樣,拜拜 拜拜